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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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估计模仿了巴黎的建筑风格 还修建了爱菲尔铁塔 凯旋门的建筑 设计者称旨在给中国人创造足不出户的抑郁风情 也正是这个小巴黎称号 这里也已经成为了国人足不出户拍摄纯正欧式婚纱场所 不少情侣将这选为外景婚纱照理想的摄影地 而且也为越来越多出不了国门的人 修建了一个本地参观西方建筑的场所 学习西方文化的场所 让国人更能融入到其中 体会这个城市建筑 给人心灵深处带来的感觉 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后 心灵碰撞的感觉 你觉得这座小巴黎建筑怎么样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